汉堡 比赛之前 拜仁仅以微弱的竞胜球的优势 领先于多德蒙德队 排名第三的沙尔克零四 也与他们同分 这是礼贝里进区外的射门 被挡出了底线 脚球 克罗斯开出 球进了 但是裁编的哨声 已经提前响起了 进球是无效的 裁编示意强点的 世民施泰格和瓜腾 当中有一个人 是手臂蹭到了皮球进球 无效 场上比分依然是0比0 汉堡队发起了长传 拜仁在解围的时候 没有顶远 伯阿腾 解围顶到了禁区内 对方再传 意大利小将萨拉 打门 帮助汉堡队取得了 1比0的领先 萨拉 这是他为汉堡队 打进的第一个进球 这个球拜仁的后防线上 伯阿腾要负有主要的责任 正是他的投球解围 没有顶远给了对方 重新组织二次攻势的机会 伯阿腾也曾是汉堡队的旧将 这场比赛面对旧终 而刚才那个进球真正的助攻者 格雷罗 则曾经是拜仁的旧将 罗伯在进去外的盛门 被汉堡队的门将 再次扑出了底线 双方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 逆分是1比0汉堡队领先 下半场比赛 久攻不下的拜仁 在第64分钟 踢下了克罗斯 换上了奥利奇 奥利奇在汉堡队的岁月 堪称是非常的成功 这场比赛双方在场上 都有很多面对旧终的球员 不过现在已经是各自作战 正是奥利奇在比赛 进行了第71分钟的时候 取得进球 为拜仁颁平的比分 进球之后的奥利奇 并没有大肆庆祝 以此来表达 对自己的旧终 汉堡队的尊敬 场上比分变成了1比1 在乱军当中 拜仁才终于将比分颁平 随后汉堡队就有机会 孙行民缓过了门将 在空门的情况下 角度比较小 将球打在了边网上 拜仁在课场最终是 非常惊险的 堪堪的得到了1分 不过他们的榜首的位置 却已经被超越了 超越他们榜首位置的 正是一直紧随的 多特蒙特队 最近的连续13场联赛 多特蒙特队保持不败 内面冠军的状态和气势 可以说是越来越好 这场比赛 多特蒙特是客场对纽伦堡 比赛刚开场不久 纽伦堡队有球员摔倒 在季区内 参片并没有看法点球 这是纽伦堡队的脚球 开出之后的投球攻门 在压线的一刻 被站在球门线上的 香川真思 投球顶了出来 皮球的整体 并没有完全越过门线 又是一个脚球 而是纽伦堡队 抢到了第一点打门 把球给踢偏了 比赛的前20分钟 纽伦堡队压得 未免冠军 根本喘不过气了 多特蒙特的机会 这脚上门来自于香川真思 在球门线上 也是被对方的门抢得到 双方夏本堂比赛 战场了0比0 比赛是在极度严寒的 状况之下进行的 直到双方夏本堂比赛 进行了第48分钟 多特蒙特的队长凯尔 才终于为球队打破了僵局 这是一脚极具穿透力的斜传球 在回敲插上了凯尔 很舒服的左脚 脚弓的推射 多特蒙特在客场1比0 领先于纽伦堡 顶出了对手上半场攻势之后 多特蒙特的强大的实力 开始展现出来 来万多夫斯基将球碰进了球门 但是这个球 他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进球不效 自从2005到06赛季之后 得奖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未免者 本赛季的多特蒙特 目前看起来希望很大 比赛进行了第82分钟 替补出场的巴里奥斯 终于是打进了 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这个进球也算是 为多特蒙特队锁定了胜局 巴里奥斯东斜期险些 就加盟了英超的弗洛姆队 最后的时刻 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多特蒙特 在多特蒙特未免冠军的道路之上 在下半赛季的比赛当中 他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又是一个进球 本赛比赛多特蒙特已经是 四次动传对方的球门 但是两次都是无效的 这一次是判了库巴 在越位的位置上 拿球传给了向川陈斯 最终多特蒙特2比0击败 纽伦堡独居主位 赛尔克林斯主场对阵梅因茨 梅因茨队在东窗转会的最后时刻 买到了多特蒙特队的球员齐丹 这已经是齐丹在职业生涯当中 第三次加盟到了梅因茨队 此前的两次加盟都保持着 极高的进球效率 本场比赛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比赛刚刚进行了第15分钟 重新加盟到梅因茨 身披35号战袍的齐丹 便为球队打破了僵局 这是左色的传中球 在后点插上的齐丹 已经无人盯防 他选择了右脚凌空的电射 洞窗了上尔克林斯队的球门 特长梅因茨队1比0领先 齐丹在赛前就已经表示 重新能够为梅因茨的效力 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 奥巴西为萨尔克林斯队 扳平了比分 奥巴西是前霍尔海姆队的前锋 这个球进的是非常精彩 在突破当中连续的假动作 缓过了对方的球员 角度极小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季质量很高的 左脚打门 长城比分变强了1比1 最终本场比赛 双方是平局收场 萨尔克林斯队依然是紧随 哥特蒙德和百人 排在竞争马的第三位 大家看过了欧洲联赛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埃及 关注一下在赛德港发生的足球骚乱 这个足球骚乱是在上周四发生的 导致了74人死亡 1000多人受伤 这确实是足球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 当然这件事情虽然是因足球而产生 但是很多的分析家也指出了 其实它的起因 以及它的发展 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的范畴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了解一下 埃及时间上周三晚上 在埃及东部城市赛德港进行的一场埃及联赛中 埃及人队在主场迎战老婆儿禁女阿赫利队 阿赫利队已经连续七个赛季夺得联赛冠军 还曾经三次获得非洲俱乐部杯赛冠军 但埃及人队利用主场之力 3比1立刻强大的阿赫利队 主裁判的中场哨刚一吹响 狂启的埃及人队球迷便重入场内庆祝 他们先是围着主队队员庆祝 随即又开始攻击客队队员 阿赫利队的球员仓皇往更衣势跑 部分阿赫利球迷挺身而出 试图保护自己的球队 于是球场上的庆祝 转眼就变成了一场大骚乱 大惨剧 混乱的局面还从场内蔓延到了球场之外 因为参与骚乱的球迷众多 很多闹事者甚至携带着刀具和棍棒 导致现场受伤人员不计其数 流血倒下的伤者随处可见 球员休息室被临时改为急救室 警方不得不动用军用直升机接送伤员 这个血腥的场面被阿赫利队球员描述为 这不是足球 是战争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埃及卫生部部长西夏谋称 这起事件的死亡人数达到了74人 至少还有1000人受伤 这还不是最终数字 遇难者多数死于脑震荡和窒息 另一部分人死于踩踏事故和刀伤 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 世界足坛最大的足球惨案 可以想见 如此巨大的伤亡数字 会让埃及民众陷入怎样的悲痛当中 悲剧发生的一天后 在赛德港 数百人自发加入了为死难者送葬的队伍 尽管死亡名单还没有确定 无数个母亲 妻子 孩子都在紧急寻找自己的家人 他们可能安然无恙 可能正常在医院中接受抢救 也可能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安和利瑞的家乡开罗 无数民众守候在火车站 期待他们的孩子 丈夫或父亲 出现在从赛德港驶来的火车上 对了 这些人在我们右侧里和血压 城市在那个藏断久上 就是我们西侯市立地的派艇 他对了 最后的问候 他们小尔夫 我们但是在自我们的以后 在谈恰 这就是我们的摇子 ,我们尝尽 我们的激果 在谈恰 我们的灰 Camera 我们就是杜利的 我们的杜利的 我除了 我们说我们的杜利的 我们的亡客人 我们的杜利的 我们的杜利的 我们的杜利的杜利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将这一天成为足球史上黑暗的一天 埃及政府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三天哀悼日 但悲痛却不是埃及民众唯一的情绪流露 他们还有愤怒 满腔怒火首先针对足协 埃及人队与阿赫利队的恩怨由来已久 上赛季两队相遇就曾爆发球迷骚乱 但埃及足协却没有对本场比赛提高警惕 赛前安检措施松散 英国BBC电视台甚至爆料 不少球迷是携带着刀具进场看球的 另一个被谴责的对象则是赛德港警方 一些骚乱的目击证人称 骚乱刚刚发生时警方并没有马上制止 看到事态无法控制时才开始行动 但警力却明显不够 阿赫利队员也告诉记者 警方在现场毫无作为 毫无保障可言 甚至一度连救护车也没有 三名阿赫利球员也在骚乱中受伤 这的确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但更加悲剧的是 死亡并没有让人们停止暴力 在这起骚乱过去的三天后 弥漫在空气中的愤怒并没有消退 反而延伸成了另一个骚乱 在苏伊士港 三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警察局前 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在首都开罗超过一千人包围了政府大楼 与警方对峙 随后又有超过一万名示威者赶到这里 企图冲入政府大楼 警方不得不动用了催泪弹 驱散人群 这两起冲突事故再次造成了三人死亡 六百多人受伤 今天是骚乱过后的第五天 我们依然不能说这起悲剧已经过去 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 埃及政府迅速做出应对举措 埃迪各级别足球联赛被无限期推迟 不有安保责任的埃及足协管理层 被集体解职 骚乱发生地塞德港省的省长 也向政府引咎辞职 警局官员则等待接受检查 当然最应该受到惩罚的是这场骚乱的制造者 埃及军方领导人谭塔维表示 他们正在全力搜索证据 缉拿骚乱制造者 警方并不排除有人故意策划了这场骚乱的可能性 在事发当天 埃及首都开罗的另一场联赛也曾遭遇险情 比赛只进行了半场 看台就突然起火 在得知塞德港爆发了骚乱后 主裁判果断取消了这场比赛 警方已经对两起事件分别展开了调查 并逮捕了47名嫌疑人 对于埃及民众 这些骚乱事件带来的影响恐怕几年内都无法交出 即使放在世界足球的历史中 它也会被一次次的提及 与足球史上的那些惨案一并惊人深思 赛德港血色的天空下 那些悲弃的面容已然在诉说 这种痛彻心扉 无需再有 一起欣赏一下过去的一周诗姐租团的石家镇球 一起欣赏一下过去的一周诗姐租团的石家镇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